要相信這個政府 民主國家政府不將一分 要拼命的監督他 我們倉俐來就放任這個政府 無作卑微 這個政府就放任我們這個家 無作卑微 所以現在我們的葉堂不要接受 我們現在打下去好不好 你現在我們走 葉桃 你們叫他喊加油 葉桃 加油 葉桃 加油 現在有個葉子慶說話 葉子慶裡次 他要等下要 因為那個違反集合法 就是被 這個全台灣最有名的惡法 他又被重溫婚禁 所以就是會這樣這樣 現在是我們在副棚區 我們要介紹一位 台南市產業總公會的秘書長 黃玉德先生 他今天假裝秘書長 可是他年紀其實比我還大 我要請他講幾句話 這個是黃玉德秘書長 他也是黃玉德秘書長 就是我們全台灣各地的 公會聯合組織的秘書長 我們請他來跟大家做一些建議 黃玉德秘書長 就是全然是產業公司 要說說話 不好嗎? 應該每次最近這樣講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不好 我其實一直在想 我們坐在這邊這麼久 其實大家 想了什麼事情? 就是 退休金跟支遣費 可是其實我想的不是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 是要讓大家 就是有行動 然後付出罷工行動來根據 你們自己的退休金跟支遣費 可是我想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華融公會的罷工 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這講起來很抽象 可是喔 剛才貓秘書長有講過 勞基法在 1983年8月1號 1984年8月1號 開始執行之後 這個 退休準備 這個 制度開始執行 好 好